好 這個之後我們就看最後一首東坡子的編連詞 就348首的《千秋歲》 這首由於《賜韻》之作 賜的是他的學生秦少游 我們講過了 你賜韻作家的作品 不是就會走進那個詞本身來跟他歷練一番 跟故人或者那個朋友在心靈上再互動一遍的 那秦少游的《千秋歲》是赫赫有名的 這可以寫一個課題的 秦少游一個詞寫完以來之後 引起很大的共鳴 也很大的疼惜 所以秦少游真的此生 寫了這樣的詞之後 他不曉得怎麼能夠支撐下去的 然後過了好幾年之後 秦少游因為孕育 生病而死 後來人 黃庭堅 曹寶芝 蘇隆坡 每每想起秦少游的《千秋歲》都會感善不已 紛紛都有合作 成為一個共同的話題 《千秋歲》我們顧名思義好像居然千秋萬歲 以前清代有個讀書人 因為有供助老藏人七十大壽 填了一個詞叫《千秋歲》給這位藏人 藏人達到《千秋歲》的詞牌的時候就大罵了 你真的不知道嗎 秦少游的《千秋歲》很有名 後來因為這首詞有名 因此秦少游死後 很多人紛紛以《千秋歲》的詞牌 來哀悼秦少游 所以他是倒戀之詞 而不是諸壽之詞 後來常為習俗了 習慣了 所以不能隨便用《千秋歲》送給懂詞的人 他是哀悼的作品 東坡不是哀悼秦少游 只是藉他的詞來表達出一種相類似的情懷 但東坡當然意態上跟秦少游還是不同的 那我們先看秦少游的作品好了 稍稍看看 你再看東坡怎麼樣刺運這個作品 秦少詞這樣寫 寫到水邊沙外 乘過春寒退 花影亂陰生碎 飄零書九斬 離別寬一帶 人不見 避雲目和空相對 一席西池會 雲露同飛蓋 西守處 驚誰載 欲邊清夢斷 盡里朱顏改 春去也 飛鴻萬點 醜如海 秦少游天生醜種子 遇到很多事情 他想法都很負面的 年輕時候意氣風發 可是考試一落房 他就開始拒絕聯考 因為他怕受傷害 就是越敏感的人 就越怕一種失敗 帶來一種創傷 所以他就乾脆就閉關自首 就不考試了 好像天下富我 後來東坡就勸他了 你也沒辦法醫事了 你母老家貧 事實上你很貧窮 媽媽也老了 再有貧窮 你不考試 你無以為神 所以千勸萬勸 就秦少游就願意再去實習 他的書本來準備考試 後來東坡烏台時常出來 回到朝廷 秦少游為他一生最快的 就陪到蘇東坡在京城做事 就寫了兩年多 但是沒想到 認識東坡是倒霉的 後來東坡被貧窮 秦少游又被牽連了 人家黃庭堅被貧窮去四川入屬 他還寫一些很放蕩的詞 喝酒來刺罵當事的很多人 但秦少游不是 一被貧窮 他的詞從七碗變七粒 這首詞是七碗之座的代表 他這首詞四十六歲到四十八歲 他這個時候被貧窮去楚州 楚州是現在的這張利水 我們叫利水街 這張的利水 在楚州 當然一個管那個地方的酒稅 當時鹽酒莊賣 那時候發一個稅務官 真的是很低微的官職 秦少游就是悶悶不樂 所以填了這句詞 我們先簡單看一看 水邊沙外乘過春寒腿 他說我所在的一個地方 楚州的一個地方的南園 那地方就是水邊 在一片沙灘的外邊 指出他的地方來了 好這個時候呢 他就有這個地方了 乘過春寒腿 他說我走春天來了 我就走到楚州城裡 城外 看到寒意慢慢慢慢的 已經減退了 他們的出遊 你看他還有欣賞的餘育吧 春天來了 當然就可以出來踏青賞花了 對不對 但人賞花有帶這種美麗的心情 但是他不是 看到什麼呢 是花影亂 陰身碎 你出來幹嘛 就是無非就是賞景的 帶了美好的心情來的 結果對他來說 他說滿地都是繁花 撩亂的影子 滿地聽到的都是黃陰的叫聲 他用什麼形容呢 碎 代表很紛雜不好聽 而且是一聲接一聲的 到處就讓人煩心的了叫聲 但我們說這種形容 因為自己心亂如麻嗎 才有一種零碎的感覺 所以他自然摒不出來 是因為借景來紓懷 反而增加更多的仇恤 關鍵的朝明所說了 飄零書九掌 離別寬一帶 你看東坡中環時被貶關 怎麼樣的情況 他不會寫出那麼樣的 這樣的一種 這種的 他有酸味的詞語的 東坡不止於這樣 人有一種格調 但秦少爺不是 只有被貶關 他就這樣的心情 好 他說了 楚州雖然天氣不錯 春天也好啊 但是我飄零了 因為飄零了 我是被貶關淪落在這裡 所以我就遠離了我的酒杯 連酒都喝八歲 起碼東坡還可以 喝酒喝到醉眼昏花 還可以借酒交酒 能這樣也不錯 醉怕就悶悶不樂 那個仇怨 抒發不出來 那就麻煩了 他說因為我飄零了 因此我就疏遠了酒杯 我就不喝酒了 不再有朋友跟我喝酒 我就喝不下去 而呢 由於啊 我跟我過去的聚會 也不能參加了 朋友跟我離開了 所以我的身體 因此憔悴消瘦了 以至於呢 衣服上的腰帶 也越來越寬鬆 他一直在乎他自己 但秦少爺是個美男子 當然看到這樣也蠻感傷的 離別寬衣帶 好了 這個時候呢 他說人不見 避雲目合空相對 你說人與雲一樣的 離離散散 雲也都傍晚的時候 也聚在一起了 為什麼人也不能雲一樣呢 我看不到故人 只看到了雲都晚上聚在一起 但人為什麼不能像雲一樣呢 有善也有聚 我再找不到我的故人 那對他來說 永永萬步的 就是那兩年多 在朝廷裡面 跟東坡黃庭堅等人共識的 那種美好的 過去的經驗 下面就換一份記憶來的 他說 一席西池會 都想到以前的西池 人說是 父馬爺王生的一個西元雅籍的地方 那王生有很多的夜宴 他都參加的西池的地方 雲露同飛幹 雲跟露都是兩種鳥 據說兩種鳥飛的時候 都是排列詞有次序的 當然是那些人參加的夜宴 落意不絕 確實很有條理 雲露同飛幹 那飛幹就是他們坐著一個馬車 有車蓋 然後車身有山蓋的 雲露兩行的 他們整齊有序的排列情形 坐著馬車赴雁的 雲露同飛幹 那問題是西守處 驚誰在 往事不堪回首的 朝廷政治一改變之後 東坡被扁 這些通通走千年 通通都被扁到別的地方去 現在西守依舊在 但誰還能到那個地方去 也有了 沒有了 所以他就有個 下面寫得非常絕望 他說玉邊清夢斷的 盡理朱延改 這個寫得非常決絕的 他受到挫折之後 他從比較悲觀的角度去 論述他的未來 他說玉邊清夢斷 以前的人 如果你晚上夢到 你坐著馬車 要著太陽走的話 代表你會夢到君王的眷顧 可能不予把你請出來相住 這裡最早是因為伊隱 他知道商湯的時候 有個伊隱 還沒有遇到成湯 商湯之前 他有一些做夢 夢到自己 就在天上神游 經過玉月的旁邊 後來伊隱 就得到湯王的召見 還有賞識 從而扶助成湯 實現他用事的那份 一種心智 李白也寫過的 這樣的詩歌 互賦成就夢玉邊 所以夢玉邊 就代表自己有能用事 也代表被皇帝重用的意思 現在秦家會說了 玉邊清夢斷 言善就是他 他夢中那種用事的志願 大概完全斷絕了 已經不抱有希望了 你看東波還不會有這樣寫法的 不如說從未有一刀兩斷 沒有的 東波還什麼 打掌欺然北望 還要跟朝廷之音 代表自己的忠心 但秦家會不是 一次被冤冤 就寫成那麼樣的一個痛心了 而跟何晃東後面說了 靖里朱延改 他現在46到48歲 還比到50歲 可是對著靖子一看 他的永遠一天一天衰老 什麼希望都沒有 他覺得走到很絕望的一個地步 所以對他來說呢 人生已經沒有春天了 所以他說一到兩段 春去也 原來以前李厚祖 真的亡國 知道無法罪富國 才會寫到 問君能有幾多頭 恰是一張春水相東東 說起來是情有可原的 但秦少爺算什麼呢 他說春去也 我的人生美好的春天 通通都不存在 而且話是什麼呢 飛鴻萬點醜如海 那糟糕了 所以大家知道 秦少爺最後被憂愁淹沒掉了 總是一絕不爭 他起不來 所以當吃雛末接到秦少爺的知識 滿感傷也滿疼惜 他最疼愛的學生就是秦少爺 多情的一面 他知道秦少爺很類似他的 但是他少了一份理性 好了 他說我的春天怎麼不見呢 如同花都凋零 花都代表春天的精神 而且一片都不留 那我的哀愁像海一樣的深 而且像海一樣的廣闊 而且沒有邊際 他完全淹沒在仇海當中 你看為什麼令到很多人很疼惜他 現在東坡就留下最後一些資 當然他不是哀悼秦少爺 南美都有一種要回應的智慧的 他用了同樣的直白寫千秋水 用了同樣的韻角 但東坡也寫出不一樣的心情 畢竟他不是秦少爺的一種生命情調 好我們看這個 他說 他說 他自己臣服此任浮於海 他自己做了一種生命的抉擇 然後不想秦少爺那麼的悲切 人說這個詞是家宣詞裡面 那其實東坡詞裡面 一種比較蒼涼 也有一種傲氣的 一種古氣的一種別達 所以文章老更成 這是非常成熟的一個表現 那先寫了海蘭島 我們說如果這個詞的話 他寫了那個島應該寫海蘭島 島邊天外 海蘭島就是 他的邊界就是天之外 形容的島的偏遠遙不可及 我就被變到那個地方去了 島邊天外 是島的邊緣是天之外的一個地方 而未老生先退 東坡還不認老 我已經64歲了來的地方 人未老了 而生已退居在天外的孤島上 但對於一個人來說 是一種感覺是放逐了 一個人熱愛國家土地 就要沒想到老的 這樣的一個收場 對不對 未老生先退 退居中原 退居你的位置 然後就接受你的這樣的人生 好 朱立劍單沖碎 剛開始的時候自己不斷地很感傷 為什麼一生為國為家 忠心耿耿 鬧得如此 所以不斷地落淚 而單沖碎 單沖碎 一種赤塵的心 已經破碎了 但是其實一個人到這個地步 也難免會質疑 所謂儒渣的用詞之心 為什麼到的這個儒子 自己的赤塵之心 也有點難以承受 也破碎不已 但不管怎麼樣 他還是有份精神在 生涯有昌玉配色 射中黃金帶 這些都是朝服官服裡面的一些配飾 他說了我腰間的佩戴 青色的一個浴室 還凌凌作響 金黃色的腰帶 還色彩濃艷 還想起自己曾經在朝圍觀 那一種身份 那一種報復 我依舊依舊記得 我知識欲的 穿著這樣的一種官服 在時間理想當下的那一種用心 歷歷在目 言憂在惡 但現在隔了一萬里 據當時的原封地域區去考證 海南島崇州距離汴京有八千五百八十里 以前很厲害很醬良的 以前的理數跟我們現在不中 當時的原封九玉寺裡面記錄 崇州現在的海南島的地方距離汴京就是八千五百八十里 當時一萬里也沒有太誇張 東坡自己體會出來真的差不多 一萬里 好我在一萬里之外海南島 那你在京師 相隔那麼遠了 當時呢 霞陽正與長安隊 長安不是長安城 長安就是汴京首都的代稱 他說了 霞陽正邪照著萬里之外的汴京城 他說我們同樣看著同樣的霞陽殘照 但是霞陽也照到你那邊 一萬里之外的汴京城也照到我這邊來 其實我們有共同的相遇的地方 霞陽都是對著我們也對著同樣的陽光 太陽下山的一個景茂 那看著東坡的一種用心 他沒有因此而放棄家國 放棄他的理想 他對自己的一種忠心與國的那一種 一種堅定的意志還依舊在 眾人邪陽晚照好像人都老了 只剩下最後的生命的余光 但是我還是用這個光照耀的一個京城 給他知道我對國家的忠心 所以你看得出來眾人只要單衝稅 但是他心裡面的那份信念 還沒辦法動搖 這是東坡的一種 具體不可為而的精神 這裡你看看 同樣這首千兆稅 秦少一開篇就是很頹堂的 東坡不是 眾人知道人生的無賴 也被扁到那個地方去 還覺得有一種絕望 但是他還依舊撐起一份精神來 覺得沒有愧對國家 還導致了一份對國家的忠心 好 道遠誰雲會 他說路途遙遠了 誰說還能再看到汴京城 誰雲才會重惠故國呢 他說不可能 這次可能是最後一回 被變得南方偏遠之處了 但是罪大天能蓋 意思說我的罪情深重了 他不由得自己的確也不那麼合作 獲得重罪被變得海南島 但天能蓋 天在古時候來說 都比喻君王君主皇帝的恩情 都用天 他說眾人我醉深了 歲月深重了 但是皇帝給予我的 如天一樣的 能夠包容我 至少還給我一個深入 不盼我死心 只遠则他方而已 而天能夠 由天能夠寬恕萬物一樣 容納萬物 他覺得也蠻感激的 因為這樣了 所以他更要保持一份氣節 他說君命中 陳節在 他說君王的命很重 不可違背 他的命令的確要遵守 他既然給我 我也無冤無由 我接受 因為君命中 我不違背他 但陳節在 可是我的節奏依舊保持著 我也從此懷疑自己 推堂喪志 當然 這也看得出 他心裡面的一種節奏 而且後面更說 心恩有可寄 眾學終難改 他就有一個比喻 大概我還期望 君王可能會洩免我 給我一種新的恩寵 對不對 但是我不是隨便的 唯一的仇人歡術 我會做出其他非分之想 也許我還會寄望 皇帝還給我新的恩寵 也許會歡術我 讓我釋放 但是不管我以正道而得知 為什麼 咒學終難改 我接受儒詐的 我的咒詩之詩 咒詩之詩 終究難以改變 就是我守的 一種人生的正道 學問的知識 這個是不敢不敢改變的 就是某種堅持 也許有些人也謠傳 終有一天皇帝 辦給謝敏東坡 大北可能會出來重新復位 當成宰相 東坡他不做這樣想 我不許用非分之想 而且不許用不擇手段的方法 來爭取皇帝的信任 終然我們也會寄望有這樣的結果 但是我不往這邊想 因為我無法改變我的初衷 咒學終難改 我有我接受的學問知識 讓我抵受 能夠忍受這一切 來讓我堅定一份信念的 所以我就難以改變我的未來的 他說算了吧 無疑疑 疑疑是 就算了吧 就這樣了 我就接受 來到海南道 沉浮時任浮於海 沉浮浮就是一個木法 很沉船的意思 人就是如此這樣 好了 算了吧 我還是沉著舟漂浮在海上 暫且如此度過我的餘生吧 這已經不是了 國家已經不讓我了 道也難行了 國家也不希望我能夠多為他廢生 那我就認了 那我就算了吧 我就架著木法 離開這個地方 來到海上來度過我的餘生 那就接受他了 這個詞就是不卑不亢 沒有完全地推上 然後呢放棄生命的意義 當然他如果是呼應了 秦少爺 自己掌聲出來了 我也疼心 但是畢竟 我不能夠掉入一種悲傷的情緒 讓自己淹沒掉 其實他是一種拉扯的 秦少爺實際上 他想起很多種種往事 但也從裡面去反省了 多情因少我的自己 秦少爺也真的多情 而掉入仇困當中 但是如果是我的話 我要從裡面拉拔出來 你看到一種 一種意為的一個作用了 秦少爺詞 等他讀起來重新唱的時候 難免生出很多的悲悅 也許因此會觸發出很深的情緒 跟著秦少爺詞走的時候 追蹤人生的絕望的經濟去 但東波就故意的 用這個詞裡面 來拉出那份悲情出來 我不甘心如此 如果證實生命的意義 反而會跌宕出更堅強的生命意志 我們講過東波是這樣的 因為多情 所以這樣的人又無法無形 我們就勇敢走進去接受他 我們講到東波詞的意義 就是你明明知道詞是多情的一種問題 你要入其內 你不能逃避 你應該要面對 你要承擔 你才有一天能夠跟他相處 從裡面 重獲一種生命的力量 能入其內才能出其外 才能有超狂的心情 如果不願意都閃躲 當然不回事 所以東波我覺得如果這個詞 果然是東波的詞的話 他有心的 重新去檢視秦少爺的一生 讀進他的詞裡面去 如果東波還是跟秦少爺一樣 他真的沒有辦法證明他自己已經成熟 比秦少爺更有不同的一種生命境界 反而他所以有的裡面 就去跟拉拔最多的力量出來 如果不願意掉入情況當中 我就必須用處理的方式 當然用更正面的肯定生命意義 是唯一的最好的方法 不為所動 然後有自己的正道 自己堅持著 無所謂的失望 因此人的過得比較自在 所以才會 所以這個詞牌很有意思 怎麼才會千臭碎呢 這就是一種真的生命的永恆 當然從東波的變與不變來說的話 最重要是肯定生命的一種定位 對不對 所以這個詞裡面有一種拉扯 我覺得很重要的 對不對 東波永建了極端的悲切的詞 然後再呼應他走進去 在裡面再走出來 所以寫了這樣的一首呢 漢子達也很悲傷地 遠離中原來到偏僻的南方 但是也看得出了一個不變的信念 依舊呢 井水他來到天涯海角 所以海蘭島的幾年沒有把它打倒 它反而更堅強 最後呢帶著愉快的升級回到中原 當然這是很難得有的機緣 也不是自己求來的 就自然得到的 那有關東波的一個編連詞 我想講的就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那當然會看得出他的一個生涯變化 這些編連呢大部分都是有所依據的 中間也有幾首可能有些稱之 但大體的一個情況沒有太大的一個影響 我想大家可以透過東波詞裡面知道 你如何去體會一種人與情感的互動的關係 如何入其類的跟出其外 但不是說東波特別聰明 其實他勇敢願意去承擔 然後呢很踏實的變成生命 我們說的一般的詞涉及男女上是願別 都在一種情感的一種籌框之中 欲富欲日啊 周禪不已 難以提真 東波以事為之就走出這樣的詞的凡理 它多了一種理性 更重要的是呢 回歸生活 所以他的情感不能只能男女啊 假托自己懷在不遇啊 用女孩子受一個男生的喜愛 然後追求他一樣 他不是這樣 把他的情感放大加深 才有一種生命安頓的地方 中間多情帶來生命的一些困頓不安 但因為情也滋潤你的生命 能夠走出更坦然的更自在的生命意境 所以我們看到東波詞裡面 會看到這樣的一種發展的 這作品也許我們並不容易得到 可是有些人的愚痛 也不斷的實踐過程中有一首頓悟 但是偶爾也是突然出來的 東波也不是常常都是這樣 我們也看得出了中央後期 也有一種頹廢的一種語調 是人就是這樣的 起起伏伏 但是人間好像太超過了頓悟的東西 它好像就是一個天窗 也許我們遙不可及 但天窗給我們一個仰望的未來的希望 終於有一天你可能靠著那些星光 會指引自己到一個更高的生命意境 文字的意義就是這樣的 我們並不一定要達到這樣 可是它給我們一種希望 就是人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你也是人 也許就可以給你一個示範 給你一番起事 你也應該可以不許它的步伐 也會有另外的生命的一種感悟 但更重要的是 不是坐在這邊去思想 如何在囚困當中有一個輸解 而是走回生活去 所以我們看到東波黃洲以後的子 很多是旅途中老去啟發的 在行為過程中也許會很困頓很疲累 當你走過就在靜下來在田池的時候就不一樣了 因為你實踐過 你用心過 你的生活跟你的心靈結為一體的時候 你的情感就有安頓的地方 這就是東波瓷給我們的啟發了 所以此心按住也不是他隨便說的 正在從他的行為中 實踐中所體證出來的 所以到頭來的東波要不要回家上未必 我們講過瓷的情懷永遠 為什麼會思戀故障 回到情感的世界 比如說人成長以後 實際上無法面對我們的現世人生的時候 人有所逃遁 好像人趕快回家回到媽媽的懷抱 回到子宮世界裡面 如果你是這樣退了人生的話 你的情懷就越深 但是是糾結不已的 東波從他埋葬好他的父親太太以後 他跟他的弟弟出來 從此就沒有再回到家山 也許他們已經知道不能回到家山 要必須把它割斷 把你母親的植帶切斷 那個是你爸爸媽媽的家 我們就用盡孝把他們埋葬在一起了 可是自己有自己生命的追求 那個家 實不實你的家 你又重新思考了 所以到頭來的東波 所謂歸去與來西 真的要回到他的四川的家嗎 未必 所以唯一人的必要成長的時候 你要走出另外的世界 跟別的地方的人事物在接觸 你才能夠展示一個成熟的生命 東波其實為什麼比較少 男女相思怨別情 因為他不要逃回一個溫暖的 情感的 一個如同母愛的一個溫馨世界中 他願意走出去 有些也許會蠻蒼涼的 漫無物的 但是人要成熟 唯一就只有腳踏實際 迎上一個未知的世界 來建立自己的一份信念 因此我覺得東波持久 有很多可以再讓我們體會的地方 那下個禮拜我們還有兩個課題 我們的香草美人 剛好這兩個呢 也是跟詞的齊情很有密切的關係 我們看看東波如何去 在這兩個題材裡面 有更深刻的一種思考 有更高的意境的一種體會 好不好 先看看講義了 我們下次會選擇 就引用很多作品了 可是我只能走課堂的時間內 然後一講花三個鐘頭 走他的最重要的代表作 向大家去介紹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我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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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角色等